這個他的土地的一個原始的總登記道理 原始的登記道理從哪裡開始算 哪有說你 切一個實驗就現在這些土地 哪有這種道理 如果我們有這些資料我們一定會提供 我說之前啦 你要去找他這筆土地之前嘛 就是您剛剛講什麼山中的那些 你要去查嘛 像剛剛那個KULAS委員在講的嘛 你這之前過去的一些土地 他的取得的來源到底是什麼 這個才是重點嘛 你不是 不是隨便拿了一個資料 然後背書說他不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好 我們就就事實 他是不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我繡一張圖給你看 來 那個圖 繡了沒 這張圖 公務人員採集黨值及相關社團年資人數統計表 這個是全區部的資料 你有沒有注意看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到現在唷 黨值並公職的 總共有50位公務員 第二欄 為什麼 為什麼 黨值並公職 黨總共加起來累計273 有革命實踐研究院 還有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 台灣 台灣省青年服務團 知識青年黨部 所有這些黨部 包括救國團 為什麼這些工作人員後來轉任正職 政務人員或者是這個公務員 在計算他年資退休的時候 這些人的年資算在 黨值為什麼併到公職 啊 為什麼黨值可以併公職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他不是黨的附水組織 他不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要算權利的時候 那他可以併到政府的年資計算繼續領 這樣會合理 啊 市長 啊這樣合不合理啦 你做一個國民的態度來看這樣合不合理啦 你要計算年資想取福利的時候 想取權利的時候 你說那黨跟政府的組織 那國民黨的年資可以計算進來 然後我們現在他的年資計算 那我們還要去付給他的這個月退也好 或者是公保